你这样来吃建筑枣吗 你还在用刀片来削建筑枣吗 市面上很多人都这样子做 奇迹药王不鼓励哦 为什么呢 建筑枣的形成就是从小小颗 一圈一圈的慢慢形成上来 变成整颗的建筑枣 换句话说就是 每一圈的建筑枣成分草药都会不一样 如果今天你用刀片来削呢 你只会吃到这一层的草药而已 那我们要如何去判断一颗建筑枣的品质呢 我们可以透过显微镜来看到 每一圈的精华浓缩度到底是多还是少 我们奇迹药王的做法 就是把整颗建筑枣直接磨成粉 那我们就可以很均匀的服用到 每一圈的草药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 关于更多建筑枣的资讯 请联系我们奇迹药王 我来亲自为你解答 请订阅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